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圣经对皮肤病有什么样的说明呢 而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 立位记第十三章 是关于皮肤病的接近 大麻风的判断与处理判断者 是祭司有疾病 要来到祭司的面前 祭司要分辨 如果全身变白 或者红肉有变白 可以定为捷径 当时神吩咐祭司 作为一个捷径不捷径的判断者 今天当然有医生来做专业的判断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的疾病 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不捷的地方 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 也需要祭司 就是传道人 给我们判断的帮助 接下来提到了 一些的皮肤病 显的判断 如果发散了 就是不捷 而处理的方式 要关锁 在一个房子里头 七天判断 不行 再七天 再判断 如果发现 它没有发散 定为捷径 洗衣 等于捷径 这是一个隔离的概念 这是一个避免传染 也作为一个判断的方式 而在其中 等候被医治 窗 同样的要判断它会有没有发散 透过关锁 来观察 火毒 就是皮肤 有红色的发炎的情况 要观察 关锁 来观察 头戒 就是头上的毛发 有一些皮肤病感染的状况 而要剃胡子 要洗衣服 秃头 头秃有红肉 定为不洁 如果只是一般的秃 是洁净的 在生活上 大马蜂的人 要私衣 捧头 独居 并且高喊 不洁净 这个在今天看来 似乎不人道的规定 实际上 是为了保护整个会众 不让这样子的一个皮肤病传染 有机会扩大感染 因此 要做一个区隔 而那个时候 人们罹患皮肤病 只能够独居 但奇妙的是 耶稣来去寻找这些大马蜂的 耶稣用手 触摸大马蜂 不怕被感染 因为他有抑制的大能 他的双手 更安慰一些独居 孤单的人 大马蜂之一 要焚烧 如果没有发散 可以洗衣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要来到主人面前 让神给我们分辨是非 竭尽不竭尽的标准 不是用世俗的标准 而是用上帝的标准 严肃的来看圣洁的问题 而要有一个隔离期 当弟兄姊们有软弱的时候 不是立刻处置 而是要等候 给予人悔改的机会 与时间 而染病者 更要寻求耶稣 会有神帮助我们 透过救援大马蜂 奉向到我们生命当中 需要圣洁 我们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用神的标准 来判断 捷径不捷径 更求主自己 来触摸我们 使我们得着一致 捷径 奉耶稣的名 阿们